大家好,我是Kaitli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套我很喜歡的電視劇 是堪稱我近年來的一套人生戲劇 就是《機子的醫生生活》 如果你對這套劇有興趣的話,就記得看下去 今天要介紹的這套《機子的醫生生活》 是2020年3月播出的一套電視劇 大家如果對這套劇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Netflix收看 而這套《機子的醫生生活》 是由《請回答》系列 和《機子的牢房生活》的導演聲源浩 以及《請回答》系列的編劇 你有剩作家合力打造 這個組合一出來 相信很多行迷來說 是因為信賴而收看的組合 兩位都打造了很多不同的精彩電視劇 所以這套劇未播出之前 已經有很大的回響了 這套劇則是用律制醫院作為背景的故事 去講述醫生、護士和患者之間 為了生命作出拼命奮鬥的溫馨故事 這套劇不是我自己想的 是來自《維基百科》 這套電視劇微妙的地方 是在於它用很多細緒的故事 去拼湊成為一個劇集 所以這套電視劇 其實我覺得跟以往的 我們看的電視劇 也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原本的劇情方面 我都打算多說一些 但後來想想 或者我拍了幾次之後 就覺得 大家其實不知道太多背景情況下 看這套電視劇才會是最好看的 那你說 咦? 那麼 這條片不用看了 當然不是啦 這條片你更加要看 我覺得如果大家對這套劇有一點點興趣想看的話 就更加要看這條片 雖然劇情方面 我覺得不應該說太多給大家知道 但是我覺得有些背景的資料 大家知道了的話 在第一集看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 會覺得有一個混亂的情況出現 那這一套劇的演員陣容 可以說是這個近年裡面 電視劇最強大的一個陣容來的 演員就包括這個 曹正石 劉演石 鄭敬浩 金大明 還有甜美都 首先跟大家介紹了曹正石 他的代表作就包括 有《我的鬼神君》 《妒忌的化身》 還有這個《2 Groups》 這次曹正石的角色就是李逸俊 他是一個光膽外科的助理教授 他是這個機智的醫生生活裡面的一個靈魂人物 他的角色其實是一個天才 雖然不喜歡讀書 只喜歡跳舞 但是每次都還可以獲得第一 他也是一個insider的角色 就是一個很活躍於社交生活的人 所以這個電視劇也是用他作為主軸 去帶出不同的人物關係和故事 來到第二位就是《柳人石》 《柳人石》的代表作 包括《請回答1994》 《浪文醫生金師傅》 和《Mr.Shunshine》 這次他飾演的角色就是安正元 他是一個40歲的小儀外科助理教授 他是一個非常有同情心和責任心的一個人 對於患者是非常體貼和細心 所以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是一個天使醫生 這麼喜歡奉獻的精神 他也想跟隨他的哥哥姐姐去出家 去做神父 是一個很奇怪的富二代 然後就跟大家介紹鄭敬浩了 他除了是索英的男朋友之外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他也代表了 就包括再一次Happy Ending 和《機子的牢房生活》 而他這次飾演的角色就叫做金進喚 他是一個40歲的心臟外科副教授 金進喚的人切就是一個比較mean的人切 說話就比較尖酸脆薄 和沒有禮貌一點 但是對於患者是非常負責的一個人 然後來到第四位的主演 就是有金大明 金大明的電視代表作就不是說很多 主要就是有鼻生 和和李光珠合作的一套心裡的聲音 他這次飾演的角色就是楊石亨 他是一個40歲的父產科助理教授 他是五人幫裡面最不合群的 性格也是比較孤僻一點 所以特別的性格也是令到他在職場上面 也發生了很多趣事 五人幫的最後一位就是甜美都 他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他之前也沒有參與過電視劇 但是他在音樂劇界已經是最佳女主角的層級了 所以他演技實力也不用置疑 他這次的角色就叫做蔡宋摩 他是一個40歲的神經愛科副教授 也是五人幫裡面唯一一個女生 除了很懂得讀書 衣術很高超之外 他的性格也是非常之好 基本上我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人詞 這套劇真的不得不提 導演和編劇的組合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頂級 兩位對於細節的要求也是非常之高 始終這套劇是一套醫學的電視劇 所以有很多專業的術語和手術場面出現 每一個科系都會有一個顧問的醫生 去檢查一些專業用語 然後每位的演員也會跟隨他科系的醫生 去做一個實地的考察和觀察 所以在這個部分可以看到團隊是非常之認真的 除了去製作這些手術場面非常之認真之外 劇本也是一流的 剛剛不是說了我 其實我看了幾次的 其實我每一次重播的時候 都會發覺導演和編劇 早早埋下的一些復筆 大致到一些表情的復筆 細緻一個場景裡面的時鐘刻度 都可以是這套劇的一個復筆 同一個場景不同演員的表情 都可以連貫到之後的感情線的場面 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編劇也是非常之細心的 也是因為它有這麼多的復筆 慢慢慢慢都會陷入了尋找復筆的這條路上 一套好的電視劇 除了有它的導演和編劇之外 當然也不少演員的部分 很多不同實力派的演員 以及一些新進的舞台劇演員 去參演到這套劇 所以整套劇的質量也是非常之好 《五人幫》裡面好幾個都是主演級別的 曹正石更加為了這套電視劇主動減薪 而田味多雖然這次是第一次做電視劇的主演 但之前也累積了很多音樂劇和舞台劇的經驗 所以演技方面也是非常之有保證的 這套劇一個很棒的位置就是 雖然這套是醫學的電視劇 但主演五人幫是有夾斂的 為了夾斂的畫面 五個主演在這套電視劇開拍的前一年 已經在學奧劇 而這個五人幫 演員真的非常之專業和賣力 他戰勝了很多很難的歌 包括《奧卓達》和《卡龍》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厲害 還有TMI就是我個人會喜歡樂隊版本的ost 多於歌星唱的ost 真的希望他們第二季樂隊版都可以出到音源 個人特別喜歡曹正石在裡面唱的一首 《咀雜我們淚水》 我那時候單曲循環了很多天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 而ost的陣容也是史上那麼華麗的 個人覺得可以比美到這個startup 和德魯納酒店 這個劇集ost有點有趣 全部都是翻唱的歌曲 這次的ost陣容也是非常之強大 比較出名的就是 拳真雅 Vail Velvet的Joy Super Junior的桂妍 曹正石 還有媽媽湖的輝人 我自己在ost裡面最喜歡的就是 Noni Light Aloha 桂妍的一首《不華麗的告白》 雖然說我最喜歡的是這三首 但我覺得其餘的幾首也是非常之好聽的 我甚至在Apple Music上下載了這麼多首歌 這個劇集在我心裡也是人生戲劇 連ost也是人生戲劇 真的很喜歡 快點出第二季吧 最後來到這個劇集的評分 我在故事吸引指數我會給5顆星 演員吸引指數也是給5顆星 ost指數我會給4.5顆星 因為它沒有出到樂隊版 所以我這裡扣了少許分 整體而言 我推介指數是4.8顆星 一至的醫生生活2 就會在6月中在Netflix上播出 到時大家記得去收看 其實我還整理了第一季的復筆 以及對於第二季的一些推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 my channel 開啟鈴鈴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快點